接下来第八关 这一关整体的难度 都要比咱们之前打的游戏的 之前打的关卡难度都要高 这一关不但是路上的难度很高 而且boss战的难度呢也是 非常令人头疼的复制人 把小兵往前带 左边的电女一出来 直接把小兵电死 再电一下 左边还有一波 好 左边没有了 好的 直接往前冲 血都不要了 感觉给人打速通的感觉 就是着急着打完赶紧去约会 去约自己的女朋友一样 女朋友正在这个电影院门口等着你 空中下着小雨 女朋友动得瑟瑟发抖 然后等待你去给他温暖 着急 大家看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都有这种感觉 着急 不过也非常的佩服 咱们的这些玩家 为了去打一个记录 大家知道一个记录打出来 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 好 这边直接清理掉上方的小胖 留上了一点点补给就可以了 我估计这一关呢 他可能都不会掉血 最后一排的电女 先打右下角的 一次打两个 然后站在中间打掉两个 最后两个小兵一打 直接引出boss 好 大家注意看这关boss 吃叫沉的打法 先打两个摆拳 boss会自动放AB 放AB的同时你也放AB 可以跟boss进行一个抵消 复制人的血量 在一碗血以上的话 你打他他会反击 他会利用他的AB 去反击你 吃AB了 刀手的AB 现在刀手的血量已经剑黄 可以摆了 娃娃的血量也剑黄了 这时候他们是不会反击的 非常的漂亮 大家是不是感觉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着急啊 好看就行啊 接下来最后一关 开场小兵聚起来 一套摆拳全部带走 最后还有两个刀兵 先上电梯 这边小杂兵直接从右边打 他会是自己滚下这个电梯 这个地方其实不影响 因为电梯这个地方 它是强势性让玩家在这里等待 当升到高层 玩家才可以移动 前方的刀兵和两个红色的小兵 被刀兵滑倒 不过没关系 直接引出boss 时间没有耽误啊 娃娃的屁股蹲的伤害 要比普通的投技 就是普通的摔技伤害高啊 娃娃的扔人 他的被过肩摔的伤害 没有其他角色的过肩摔伤害高 这是这个角色的一个特点啊 好的 boss战 这边咱们也准备计时了 目前时间是12分钟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时间有多么的恐怖啊 这个睡觉成有多么的变态 12分钟完成名将 我的天哪 激动的心 颤走的手 boss战依然是采用暴力的摆拳 贴身摆拳 左一右一 贴住boss boss无路可走啊 无路可走 他说你放开我 让我放一个技能吧 12分32秒啊 那么恭喜咱们的睡觉成 继续登顶 名将的世界速冲记录 而且刷新了自己之前创造的 12分35秒的记录 大家掌声鼓励 非常的精彩啊 这期节目除了用精彩 想不到其他的词语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啊 感谢大家 这么多长久以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会为大家更多更精彩的节目 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